触手 卢米安愣了一秒才想起该怎么定义绑住那团血肉的玩意 他熟读奥罗尔写的各种小说 看过所有插图 不仅记得每一个狗血的桥段 而且了解不少平时接触不到的事物 比如怪物的触手 七八根深黑色腹肉膜的触手 缠住了那团血肉 将它拖向侧面的房屋废墟 凌乱石块遮挡住的地方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它外形四人 赤着上身和双脚 套着条黑色长裤 而与人类不同的是 它没有脑袋 脖子只剩一截 横截面以漩涡的姿态 长满了尖利的牙齿 牙齿缝隙内 鲜红的肌肤清晰可见 这就仿佛某个人类用奇怪的口气 代替了自己的脑袋和半截脖子 看得砍头专家卢米安连连摇头 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那七八根附着肉膜的深黑触手 是从怪物口气边缘延伸出来的 它们迅速将那团血肉拖到了身前 举了起来 怪物脖子处的口气一下张开 如同盛放的喇叭花 那一根根尖利的白色牙齿 咬住那团血肉 以蛇吃猎物般的姿态 直接将它吞了进去 看到这一幕的卢米安无声吃笑了一句 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不用吃东西就能生存的 原来还是需要进食 它随即陷入了沉思 这个废墟内最多的应该是 怪物能吃的东西肯定非常少 也就是说 某些怪物是以别的怪物为食 就像刚才那样 或者大家都是猎人 也是猎物 如果遇到打不过的怪物 有没有可能把它引到别的怪物那里 让它们互相狩猎 彼此伤害 而我最后在下场捡便宜 理论上可行 但很危险的样子 谁知道怪物们会不会先联手把我干掉 念头转动间 卢米安看见那个以口气为脑袋和脖子的怪物 胸腔开始鼓掌和收缩 仿佛正在做剧烈的消化 这吸引了卢米安的注意力 也让他发现怪物赤着的上半身 有不同寻常的东西 他左胸 右胸和脖子下方 各有一个类似印章痕迹的黑色事物 这 卢米安的瞳孔不自觉放大 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 类似的东西 他在本堂神府身上见过 那是四旬节庆典末尾 本堂神府身体膨胀 撑破衣物后露出来的黑色印记 经过仔细辨别 卢米安确认怪物身上 那三个印章痕迹般的黑色事物 与本堂神府的属于同一类东西 它们都有独特的文字 和奇异的符号组成 仿佛连通着难以描述的另外一个世界 不同之处是 本堂神府身上至少有十一二个 而这怪物只得三个 这黑色印记有什么作用 被某位隐秘存在打上的烙印 数量越多 受到的恩赐越大 卢米安又疑惑又茫然地做着观察 他努力地想去记忆组成 其中一个印记的文字和符号 但碍于这都是他不认识的东西 一时半会还真记不住 而他并没有带纸和笔 无法临摹 怪物终于消化完了那团血肉 他活动了下手臂 甩了甩口气旁边 那七八根覆盖肉膜的深黑色触手 他脖子下方的印记微微发亮 胸腔随之发出嗡嗡嗡的共振声 这声音越来越大 就像有一股气流肆虐于风潮内 进出于一个又一个空洞中 喇叭花般的口气张开了 嗡嗡嗡的声音愈发明显 卢米安听得非常烦躁 恨不得揍那个怪物一顿 这声音很难听 你知不知道 气血翻腾中 卢米安只觉一股怒气 从心头指窜脑门 他一下变得冲动 提着猎枪 绕过遮挡自己身影的石块 从半摊他的屋顶跳了下去 哼 卢米安落到了地面 与怪物满是历齿的 漩涡状血色口气 你看我 我看你 本来要怒骂 对方是老公主的卢米安 瞬间恢复了平静 有种观众被逼跳上舞台的 茫然和无措 那怪物血色的口气对准了他 不再发出声音 我能说 不好意思 是个误会吗 卢米安小声咕弄了起来 他怀疑 刚才那噪音有问题 竟然让自己失去了理智 跳出隐藏点 试图发动攻击 但事情已经发生 道歉肯定是没有作用的 他当前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战 二是逃 而以卢米安的经验 这种时候想直接逃跑 大概率是逃不掉的 对方不仅毫无损伤 而且已做好准备 扬起了那七八根触手 所以 真要逃跑 也得先打一场 找到机会再说 没有犹豫 卢米安刚恢复理智 就抬起了手中 早灌好铅弹的猎枪 哼 那怪物明显没预料到 敌人如此果断 如此迅速 且对猎枪的存在缺乏理解 来不及做出任何闪避 被蹦裂开来的多枚铅子 直接轰在了身上 啊 他满是历齿的漩涡状口气 本能张开 发出了一声满是痛楚的喊叫 他胸口多处 瞬间变得血肉模糊 包括右边黑色印记所在的地方 但那黑色印记 仿佛刻在了鞋里 肉中依旧能清晰可见 不怎么受伤口状态的影响 卢米安顾不得欣赏猎物的惨叫 一开完枪 就立刻转移了位置 并探手从腰间布袋里 套出新的铅弹 就在他重新瞄准目标的时候 怪物左胸位置的黑色印记 微微发出了亮光 那脑袋和半截脖子 变成巨大口气的类人生物 随之消失不见 他就这样 在卢米安面前失去了踪迹 跑了 隐身 卢米安从奥洛尔写的各种小说内 和他教导的神秘学知识里 寻求着答案 他连忙左右个看了一眼 可那怪物似乎真的凭空消失了 这从未面对过的场景与困难 让卢米安一时有点慌张 想趁机脱离这里 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 突然 他双脚脚踝一紧 整个人猛地失去平衡 被倒转了过来 那一根根覆盖着肉膜的深黑色 触手于空气里浮现 他们正缠绕着卢米安的双腿 将他提到了半空 怪物也现出了踪迹 他就在卢米安侧面不远的地方 此时 他右胸黑色印记发亮 满是白色厘齿的玄雾状口气 张大到了极限 显露出血色的内部 似乎想借助触手 将卢米安一口吞下去 难以言喻的腥臭 从那口气内喷出 让倒掉在半空的卢米安 脑袋有点发昏 而映入他眼眸的是 血色的口腔肌肤和数不清的白色厘齿 他心中一动 抢在一根触手 缠绕往自己手臂前 以倒掉的状态 将猎枪对准了怪物的口气 哼 那怪物又是一声惨叫 口气内血肉横飞 千黑处处 他猛地将卢米安甩了出去 身体飞快透明 再次消失 卢米安扑通落到地上 连续做了几个方滚才重新站起 集中精神寻找目标的踪迹 下一秒 他鼻子抽了一下 只觉某股血腥味正在快速靠拢自己 顾不得去想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刷得扑了出去 扑向相反的方向 他原本站立的位置 一根根覆盖着肉膜的深黑色触手 钻出了空气 却没有缠绕到任何事物 离他们三四米的地方 那怪物现出了身形 漩涡状的口气 大大张着 仿佛正等待食物 卢米安连忙给猎枪上的铅弹 可怪物左胸黑色印记一亮 又在他的视线内失踪了 隐身 确实是隐身 卢米安瞬间有了判断 而结合刚才的遭遇 他相信这种隐身 无法掩盖气味 并且一进入攻击状态 就会失效 想明白后 卢米安心中一定暗自嘲笑道 气味都藏不住 算什么隐身 而捕捉各种痕迹是猎人的强项 不再因遭遇战而慌张 有了不少底气的卢米安沉下心来 边游走边观察起四周 很快 他看到了怪物留下的脚印 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 和原本的臭味 靠着这些痕迹 他一次次提前避开了怪物的袭击 并用猎枪一次次轰中对方 可那怪物似乎没有要害 被打了多枪后 也只是虚弱了不少 眼见千弹快要耗尽 卢米安脑海念头电转 思考起该怎么办的问题 也就几秒的时间 他有了答案 来的路上 他没有忘记观察环境 发现了好几处可以利用的天然陷阱 而其中一个正适合用来对付现在这个怪物 见两道浅浅的脚印 突兀出现在不远处 卢米安转过身体 狂奔了起来 覆盖着肉魔的深黑色触手 再次落空 卢米安时跑时停 时而回头观察 误求让那怪物不放弃追赶 并据此提前对攻击坐着闪避 嗡嗡嗡 怪物胸腔内发出的噪音 又一次传入了卢米安的耳朵 让他一阵恼怒 火气变得极为旺盛 恨不得立刻停止逃跑 转身给那家伙击斧头 还好 他记得自己狂奔的目的是 为了干掉那家伙 当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逃跑 愤怒和烦恼 未能改变他的计划 只是让他变得更有行动力 登登登 卢米安终于看到了 那栋半滩塌的建筑 他直接冲了进去 来到另外一侧的边缘 然后停在那里 装出埋伏的样子 没多久 浅浅的脚印浮现于半滩塌的房屋内 臭味和血腥味 距离卢米安越来越近 卢米安估算了下触手的距离 猛地退后两步 扬起早拔出来的斧头 砍在一根快要崩裂的石柱上 紧接着 他狠狠踹了石柱一脚 顺势向后滚走 本就处在脆弱平衡下的半滩塌房屋 再也无法支撑 轰然倒塌 哗啦 大量的沉重的石块砸落 将原本可以让人通过的内部空间 完全填满 正在那里隐藏 叙事待发的怪物 顿时发出了激烈的惨叫 它的惨叫持续了不到一秒 就戛然而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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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